我虽然选择了500米作为他们的突破口 他们也是成为在中国之后的第二集团 但是由于我演手的王盟 这个项目上的减实力是有点弱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突破口选择也并不是有点不配 他们要想想1500米的时候又有中国又有韩国 至少韩国在这个项目上面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可能他们对最后的结果要的不是冠军 可能要的是前三名如果能够取得一枚铜牌一枚银牌 对于加拿大女队来讲也是非常有利的 比赛马上开始了每个运动员都在做着准备 这也是以前我们和我们有所不同的 在我们最后在02年之前才有了这个新的规则 在宣布决赛选手名单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摘掉头盔 让大家看到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以防有人冒充的话 王萌的第一道正南的第二道开始 王萌抢到第一位 现在看到了淘汰刘瀉红的内门 哎呦 正南门摔倒了 正南快起来接着滑 现在看王萌还是很先的 但是王萌身后是不拿一线还是不拿一线 还是不拿一线 还是不拿一线 你是不是知道我没说什么 不是 可以看说 赵南来虽然在第二道 江南大选手 哎是 起跑很出色 对 现在我们这枚金牌应该没问题 王萌的优势很明显 我们看看王萌最后的成绩 这个三秒技巧很轻松 取得了这个冠军 张南来坚持冲刺 恭喜取得 哈哈 张南来的精神还是挺可压的 衰竞之后就弄想起来 对 张南来还叫我而是 是 继续弹曲爬起来 虽然我们取得了这个冠军 但是现在在我脑海中 觉得 因为我之前 有一次的理由 对 我之前觉得 会三名选手 没有什么悬念的进入冠冠 但是半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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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队友反超过来 所以 正名加拿大选手 还是有非常有能力的 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 我也在想 应该第一第二 没什么问题 很新的跑去 像之前两年的比赛那样 但是 在起跑的时候 加拿大的一名选手 就给 就给赵大南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那赵大南可以看到 赵大南可以看到 赵大南现在第二 第三道的那名选手 跑出 不但 差一点在他里面超越 第四道的 也试图在外道进行超越 就是让我觉得 加拿大的选手 真的是进步很大 没想到 获得 北京战500米冠军的是 中国选手王蒙 获得亚金的是 负责 是 负责 谢谢观看